畫面中可以看到藍衣男子模樣狼狽 慢慢地從樹林內走出 原來他沙澡前和太太在山中迷路 也看天氣不佳 降下大雨 夫婦倆趕緊打電話報警求救 酒吧呼救民眾體力不知 天也快要黑了 警方立刻騎機車 將夫婦兩人沿著崎嶇山路再下山 帶您來聽一段警方說明 在南西區蝙蝠洞瀑布附近山區 尋找自家農地時不慎迷路 一不清楚所在位置 本分局接報後 立即派遣遠景前往搜救 後來遠景於蝙蝠洞瀑布人線處 聽到民眾求救聲音 立即引導民眾沿呼喊方向 經人線返回 使民眾順利下山 所幸民眾身體狀況良好 事發就在19號下午 原來當神舟姓夫婦 前往台南南西區蝙蝠洞瀑布附近 尋找自家農地 沒想到山區卻下起了大雨 視線不佳 兩人對山路不熟悉才會迷路 幸好手機還有訊號 報案後警方也隨即上山救人 但周姓夫婦人為在冷線上 汽車無法進入 救援一度出現困難 還好聽到呼救聲 引導兩人沿著冷線 徒步離開 好 拜拜